台股新公列 帶你掌握全世界 大家好 我是志祐 我是菊領泰 這個領泰老師 哇 這個今天很重要 太重要了 其實最近每天都很重要 但我覺得今天又格外重要一點 所以我們趕快來看看 今天的美股 這個在川普當選之後 大家覺得很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 居然是一路往上攻高 好 美股呢 道琼工業指數 我們來看到昨天盤中一個震盪 但是又繼續往上拉高 這個目前呢 這個道琼指數最後 今天的收盤數字是上漲了59點 漲0.3% 這個19,083點 哇 這個是感覺又來了一個新高點 好 那麼這個是道琼 好 那麼這個美股呢 持續的創高 那今天晚上是感恩節休息一天嘛 對不對 所以邱老師 這個到底這個美股這樣一路往上走 這個到底還要走到什麼時候 好 我們三天前我說 高盛說 美股你要小心了 這差不多了 那昨天呢 是這個 這個麥格麗 說美股你要小心喔 那 這個應該說前天 那昨天呢 昨天呢 昨天就換一家了 因為華爾街 現在整個華爾街說 美股你要小心 那當然美股到底想不小心 這幾年啊 事實上 我們仔細看這個 國際股市的這個整個架構 應該說金融市場上 金融商品的架構 它出現一個 因為QE啊 導致這錢市場上太多了 所以當 擠進一個金融商品 包括股市 當擠進一個金融 譬如說現在擠進美股 那當然擠進美股一個重大原因 是因為大家在想川普的政策 對 大家也看到 導播上我們看到美元 美元指數喔 美元指數再度寫下新高了 這十幾年來的新高 美元指數新高 然後呢 亞幣會不會貶值呢 大家就要想囉 這要稍微想一下喔 這個慢慢來喔 我們看一下稻窮指數喔 讓大家看一個東西 稻窮工業指數是K線喔 好 我們每天都要看一次 這是稻窮 那看一下納斯達克 納斯達克 看一下納斯達克喔 那SMP500有空在看啊 沒關係 看廢半好了 看看廢半 因為今天要講廢半啊 因為廢半有點開始在整理了 因為北美半導體的BB值 掉到1以下 而且是4個 4年來的新低 4年喔 4年來的新低喔 10月的 跌到0.9 跌到1以下就是開始不正常了嘛 對 而且它是4年來的新低 我再講一遍喔 你說老師最近啊 可能是五窮六絕 過了啦 過了啦 五窮六絕過了 都過了嘛 現在10月份哪有五窮六絕 可是它居然 暴跌到0.91 這個大家注意一下 好我們再回過台 再來看廢半 看完廢半呢 麻煩再看一次喔 大家都可以注意一下 法國股市 來看一下法國股市 法國 欸 至於有沒有看到怪怪的 根本沒有動啊 對 這一段時間只有那一根紅棒 那一根紅棒就是那個 川普當選那一天 對 太低拉上來的 都沒有動啊 對 你看德國 看德國 看德國 也沒有動啊 沒有動啊 都沒有動啊 跟大家所想的不一樣 到底每股漲這些都要漲翻天啊 是不是 你看2005萬金融風暴的話 稻窮才漲多少 德國就漲兩倍到三倍了 德國指數喔 從3000多點漲到一萬兩千喔 你看漲三倍四倍喔 現在不一樣啊 那我們再來看 看這個韓國股市 待會八點之後我們來看看韓國股市 韓國股市你看 也沒中啊 差一點都還破 你說好 韓國因為它有政治因素 來沒關係 然後呢 亞洲市場上 我一直跟大家舉一個地方叫做菲律賓 菲律賓為什麼 因為菲律賓是狂人政治啊 現在杜特地嘛 你看 菲律賓你看 昨天前天都還 昨天都還破底 對 你看喔 然後你再把菲律賓縮小 這個指數縮小 你看到什麼 好 漲到那個 那個八千 八一八八那 就五月九號 他們選舉完杜特地當選之後 拉高上來 現在這個市場上 是亞洲市場上最弱的 你看到了什麼 這個川普的效應啊 都是這樣 這種狂人一上去啊 而且他現在開始在髮夾彎的喔 他以前講的有一點 就譬如說 他昨天講那個 那個巴黎啊 對 企劉協定 企劉協定 他說 這個我要考慮開放 大家的看法 對 他已經很多在髮夾彎喔 不是你所想像的喔 這個狂人就是說 太多了 太多了 我們現在形容說 有時候我們講 台北市也是這樣啊 科幣也是太多了 太多了 都會有這種現象 都會有這種現象 所以這個現象 會帶給市場上 更加的不確定因素 所以我特別跟大家講 美元再創新高 可是美股已經不再那麼強了 那美元就好像 剛才這個資益提到的 會不會一路漲到 選一路升息 再一下 這有可能啊 但是不一定啊 說不定 這個下個月 還有一個脫歐 不是脫歐啦 義大利公投 大家要留意一下喔 因為大家已經忘了 大家已經忘了 這種大家認為 本來大家認為 黑天鵝有沒有 是川普是最大黑天鵝 居然不是黑天鵝 所以他白馬王子 對變成白馬王子了 今天大家都不認為 義大利公投會不會變成 黑天鵝 搞不好真的黑天鵝 所以大家留意一下 但是連準會升息啊 應該是百分之百確定了 那包括路特啊彭博說說 百分之九十八啦 九十八跟百分之百 到底差多少 我也不知道 那大概 通常百分之六十啊 大概以上就是要升息了 那百分之八 好 那我再講一遍喔 三天前是高盛預警 前天是麥格里預警 那乾脆來一個華爾街 跟你預警 熱過頭了 那因為這個就是 大家要知道說 其實我們一直在強 在美國 我去年也是這樣喔 這個全世界股市 都跌一大段之後 美股都還在創新高 尤其道琼 所以我們形容道琼 有時候在某個時間點 它叫做強力落後指標 道琼具有落後指標的行性 大家應該瞭解 去年台股的高點啊 是在這個一萬多 後來道琼還創新高 國際股市早就下來了 華爾街市景啊 美股過熱 過熱喔 那財經媒體之後 過度看好美股 最主要呢 因為這一次談上來 是散戶 算華爾街賣掉 衝一下 所以密視 這個指標跟散戶 有很大的聯動性 對 口光指數嘛 那這個 這極一彈之後 然後這個散戶非常樂觀 可是這次漲上來 沒有大型投資機構 在進場 所以 美股的指數是量縮的 就是說 它的量價是背離的 所以我們形容 如果再漲 如果未來幾天 突然間有一根 再長紅棒的話 大概就頂到2萬了嘛 對 在一個長紅棒上 大概就量價見頂 這個在技術面上是這樣 所以美國華爾街技術派大師 都認為 大概準備要量價見頂了 大家注意一下 因為 閃戶進來了嘛 我說 閃戶進來了 大型機構沒有人進來 但是閃戶 閃戶進來了 閃戶進來了 稍微注意一下 好 那麼 我也跟大家提到 唯一會漲的兩個地方 唯一會漲的兩個地方 一個就是 就是這個 日股跟美股 我們剛才看了 但是亞洲股市不怎麼樣 我們來看一下 美國那個訂單增加對不對 但是 我要講說 注意喔 日元極貶看到113喔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這一些個股可能大家 要稍微留意一下 是 那我們的做法是 像我昨天的做法是 我幾乎全面 前一段時間幾少 我就把空單補掉 這大家都知道我的做法 我幾乎全面昨天空單又進場了 就見空單又進場了 那一樣啊 我們習慣的作業 就是要讓台北股市投資朋友了解一下 國際股市到底現在是什麼變化 我們來看一下喔 變化開始囉 又開始來了 大家來看一下喔 變化 那麼道琼 道琼0.3 他還是拉尾盤啦 因為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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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美元又提升喔 那 那斯達克昨天盤中一度跌 大概接近1% 那S&P這個都 現在是提價了 都變成0.幾 一開始變成0.幾的 非半的0.幾的 我再講一遍喔 北美半導體的BB值 大家都很關心 這是領先指標 訂單出貨比 這個叫訂單出貨比 那已經掉到0.91了 是4年來 我再講一遍 它4年來最低 大家想一下喔 4年來最低喔 你說喔 最近淡季啊 不一定喔 比去年差一點就好了 為什麼是 4年來最低喔 好 黃金擊殺 看到1180 88的 會不會打到1000以下呢 這一空 一空 那這個呢 這個 這個 美債指標利率 下來的話呢 這就是10年公債值利率 那美債下跌 這又上來了 那一樣喔 因為 升息在即嘛 所以上這個 格差 格差最近呢 上海格差都要注意了 這個已經 已經開始緊縮 緊縮的這個 奇怪了喔 好 美國昨天生計股啊 盤中開盤是大跌的 後來又拉一下尾盤 變成小漲喔 那當然你就可以想像 我說過 這個美國還沒有大跌的時候 升息股一漲上來的話呢 蘋果就跌下去了 你注意這個關鍵點喔 因為現在還沒有同步 在選舉之前 兩個有點同步跌 現在還沒有喔 那現在升息股就反彈 反彈 前一天跌1.8嘛 現在0點 這個跌幾天了啦 這連跌幾天了 所以稍微收斂一下 合理喔 但是我特別強調喔 升息股你要小心 尤其今天 浩鼎啊 已經有點火大了 浩鼎啊 如果你們榮券 這個借券給我放空 1萬多張 欸 檢調趕快幫我查一下喔 你說查就查 那是合法性的喔 只要沒有違法 為什麼不行 除非你又爆出什麼 像這個狗屁新聞啊 讓人家去融券 這個去借券 因為浩鼎不能融券喔 好 注意看喔 其他的變化都不大 其他的變化都不大喔 那VDI指數還是小跌喔 那我說過 這個喔 這個喔 我昨天講過 美國一張股票叫Drieship 有沒有那個散裝喔 他在上個禮拜 一個禮拜 漲了13倍 13倍喔 不是13%喔 是13倍 那這個禮拜 全部吐回去 全部吐回去 一個禮拜 漲13倍了 再經過一個禮拜 全部吐回去 我就一直跟大家強調 這種觀念說 國際金融市場上 包括各股 未來的美股一樣 都會出現一個很奇怪的狀況 就是說 急拉或者急殺 所以你要準備承受萬一啊 國際股市開始在出現急殺 但是對我們是相當不利的情況 大家一定要知道 什麼叫相當不利呢 因為美元升值 那台幣會不會貶 昨天人民幣又極貶了 對 很快可以搞不好看到 這個7喔 看到7喔 很火喔 這美國整個市場上啊 把那個英棒跟歐元看平價 準備對美元是1比1喔 所以美元還有升值20%的空間 但不會那麼快 因為這是 可能未來一兩年當中啊 聯準會不斷的升息 所累積下來的 但是啊 這樣的幣值的升值的話 就會影響到 我們的台幣會不會貶值 我們不能預測台幣的 但是你自己心裡有數喔 待會請留意我們廣告當中 活動的訊息 好 麻煩一下這個 知一跟我們報告一下 亞洲股市現在開盤的架構 好 我們來看一下日韓股市 目前開盤喔 那麼道琼在創歷史新高 那麼把今天的日經指數 也往上帶 我們來看到目前的這個 日本股市已經大漲了 一個百分點以上喔 漲185點喔 另外在韓國的部分喔 我們看韓國道市現在出現了 一些平盤上下震盪喔 那麼目前呢 我們還在盤下喔 那麼剛剛稍微翻紅 但又掉下來 現在跌幅呢 大概0.03% 而日韓指數怎麼都不同掉啊 當然啊 因為日本股市跟日元有關係啊 我再講一遍喔 現在全世界只有兩個市場在漲 那日本股市漲源 當然是日元貶值的關係 但是我要特別講 因為日股今年也都沒有漲到 這一次是強力的反彈喔 兩個市場 當然如果你要增加 再增加一個比較緩慢上漲 到年底的多一個大陸股市 那大陸股市已經 現在已經在慢慢漲 在等等你美股下來 這以後我再跟你講 這個關鍵點在哪裡喔 這陸股漲上是等你美股下來喔 所以美股再漲空間很有限喔 那一樣 因為日元極貶喔 所以日股 所以兩個市場 我最近跟大家講 美股跟日股會大漲 日股 因為美股帶動了日股喔 那其他的市場上喔 大部分都是盤整跟盤貼 包括我剛剛已經這幾天每天 你看法國德國股市都出現 韓國股市也是這樣 所以韓國股市是不會漲的 那重要相關的內容 我們等下半場再好好跟大家 這個報告一下 但是還是再次強調 請你留意我們廣告當中 活動的資訊 來 麻煩一下治愈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喔 那麼待會呢 這個到底怎麼樣如何操作 哪些標的 我們再麻煩回來 為電腦控制 16火牌智能分段 皆能20% 16公升超大水量 洗得舒服 駕槓台灣製造 喜特利熱水器 全機保固三年 真正免費 讓品質為台灣修化 喜特利 購買喜特利數位恆溫熱水器 補牌保溫杯 臟口力 親自教您做空 反敗為勝 華信投股求老師 11月26號禮拜六 上午在嘉義 下午在台南 11月27號 禮拜天 上午在台中 下午在台北 演講會免付費 報名專線 0809 077 888 0809 077 888 台中家具周年慶 萬款秋冬鮮品 台中世貌 特價上市 同一間飯店 同一個勇吃 但卻是不同的價格 男省為何不省呢 上Trivago 比較看看 Trivago 幫您從超過250個 訂房網站上 比價超過100萬間飯店 保證找到您理想的住宿 輸入您想去的地方 Trivago 立馬秀給您 華散的飯店遊會 找飯店 Trivago 台中家具周年慶 萬款秋冬鮮品 台中世貌 特價上市 玩家封裝寶 針對違規民眾 將依法開除罰單 不要跟自己的荷包過不去 前面有大怪 三兩分鐘 反正沒車 趕快過了 欸 少年咧 安丁啦 這種不重視交通安全的玩家 大家快逃啊 好 歡迎回來 趕快要邀請鼎泰哥 這個鼎泰哥剛剛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這個其實危機重重 但是危機重重之際 這鼎泰哥有他的操作的撇步 要怎麼看 我昨天幾乎把之前 我操作個性就是輪跌輪空 當然個股啦 只是我們現在來討論一下 那個股是輪跌輪空 那急煞的時候補掉一些 上次來到這個跌破8,900 開始回補一些空單 那昨天又全面進場在空了 那就是說 今天到明天 還有下個禮拜 我們再準備一批 之前輪跌 彈上來 投資本你要了解 有些股票要彈上來 因為融資也進來 包括美國散戶都進來了 融資進來 你才有空單 你也不能全部回補掉 你全部回補掉 有時候抓到那個空單就很難了 因為空單 最近比較少了 少很多了 那我昨天就跟大家講 這幾天我們要討論一下指數 那指數 指數操作我再強調 那個股我們是全面做空 那指數我說 用30分鐘的指數來定方向 所以你看看這裡是 這裡有虛線 他應該有看到這個虛線 虛線 虛線代表一天 一天兩天三天 四天前的 這個到做大概八千九百點附近的多單 他到現在還沒有 不過 昨天的尾盤已經不對了 因為這是 這個 這30分鐘已經不對了 所以照理說 這一兩天準備有反轉下來 30分鐘 30分鐘你可以200點左右 也可未來這個短空一下 這指數是跟 沒有人指數啊 在那邊日線周線 你是準備要輸多少 你的停順要怎麼設 所以我說 我經常跟大家講 不要做假空頭 不要用指數來認為說 你就是空頭 不是 指數就是短線 那也不要認為說 我帶著你空 等指數拉高再空 就在那邊呼多呼空 那都是正下的 我就是 我看個股就是中長空 那指數跌升的也會反彈 那漲多的也會拉回 那你就按照指標做 我跟你講 指數一定要有指標 那這30分鐘 可能這一兩 搞不好今天 就有點下來的現象 一開始進入整理的 那下來的時候 你要把多單就出場 開始做空 那因為30分鐘 如果轉空的話 你所有的3分鐘 5分鐘線都要做空 不能做多 那這段時間 是做多不能做空 這次是 你說把趨勢的方向 這個把它定下來 以前那個老師 叫中間老師有沒有 中老師他是以 小時線來定多空 我們是以30分鐘 我認為指數 短一點比較理想 大家也比較能夠忍受那個 那個 萬一被嘎到 或者被套住的 那個 那個風險 那我剛才的 中老師我記得是 60分鐘 小時 我是用30分鐘 所以指數一定是多空這樣做 那個股呢 就是全面做空 那是補 拉高再空 好 那麼我們要回過頭來 再趕快來看一下 蘋果 這是蘋果的股票 蘋果再怎麼樣 蘋果昨天是跌的 是跌的 因為NBI漲上來了 那蘋果這一關還是沒破 沒過的話小心 那另外這NBI 生技指數 我說過嘛 川普漲的第二天 他從拉上這裡 之後沒高點 之後是沒高點的 這法夾灣又來了 大家都認為 川普是不要歐巴馬的 現在川普開始流行法夾灣 法夾灣又來了 那變來變去的話 表示說很多政策的因素 是不一定的 大家注意一下我講的 那就算他 市場上為什麼覺得說 他的東西 大家要留意一下川普 因為他還沒就證 你現在已經把他想的 多好多好了 他的減稅多好 市場上評估 你沒有經過一年的時間 他也不可能減稅 川普這一輩子 我想說 這個川普這一輩子 有兩次破產 所以他根本不怕美股跌 你要了解這個 對他 如果我是川普的話 像把美股搞亂了 大跌之後有沒有 暴跌之後 在最後一年 他準備要進錢 連任的時候 再來個減稅 這個很合理的推論 他不怕美股跌的 就好像他自己 他也不怕自己破產的意思 他也認為只有破產之後 才能夠大破大力 所以你要了解 所以我 相關的內容 我們希望同志朋友 你可以就加入我的 這個臉書 就與薪資 因為去年曾經一路殺到7200 我們去年 來跟大家講一下 再回顧一下 去年我是在這邊空的 在這邊空 在這邊空 這邊回補 這邊拉高再空 都沒有做多 這邊再補 但是我這一年半以來 唯一做多的就是這一段 這一段是做多的 這是加權指數 這是加權的做多的 這一段是做多的 其他都在空 來到這裡就再空一次 空到現在都還在空 這是今年的4月份5月份的時候 今年4月份5月份的時候 這也是4月份5月份 這是今年4月份5月份 這是我們跟大家講空的 那我說為什麼空呢 我開始空就空充 車用電子 你看這個勝利 這是什麼時候 這今年的4月份 4月份5月份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我們照到底下來 有沒有 就在4月份5月份 你要拉上來 就4月份 所以我去開空 所以很多股票高點 都是落在4月份5月份 所以我不但沒有被軋空 我做空大賺 你看這個 來回空 這個我已經可以說 如果我的客戶 跟著我這樣 有空有補 有空有補 我們又是空一張 賺一張 賺一張 但是我們今天提到就是說 這個樂森有沒有 樂森今天 北檢又開始調查 他那個CV 可轉載又要再重啟調查 再約談 這個會不會市場上 再引起這個動盪 那當初這個 跟CV有關係 才暴跌的 當然他基本面 也變得很差了 那國際的車用 現在都還在大跌當中 所以我認為 所以他一直彈不上來 那彈上來 就是給你空 所以這兩天 我們開始就 布建空單了 有空有補 再布建空單 我覺得這個 包括這兩天 這個有關CV的 會不會影響之前 因為可轉在這個 惡意拉上來 跌下來的大家要注意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 西伯 這也是我認為他也有 一點CV上的 之前他炒作這段 就是因為CV的關係 發展CV的關係 那你看這個 談到這裡是不是 談到這裡 如果你這個 這個有沒有 測量一下 那跌破一定反彈 可以合適的空點 那是讓你如果 跌破來看 這是一個這樣 測量一下 應該有幾乎打回到原型附近 那當然股市就這樣 跌深的就會反彈 不要被迷惑了 不要被迷惑了 那一樣 我們再來看看 那先看這個生計股 再來 但這個也看一下 因為我說這幾天 這個股票也到了一個 最後終極點了 能說就說到這裡了 再兩三天就知道答案在哪裡 因為我們這是看空 因為他賠錢的公司 融資使用率高達85% 我一直強調 85%以上的融資使用率 你回去看什麼 銀灰啦 優客啦 之前那些 出有問題的股票 他們一定要把融資 減少到十幾% 所以都 長線都進成 因為 我說實在 賠錢的公司 你也不用擔心什麼融券 要回補的問題 他根本沒有辦法出全息 懂我的意思嗎 像這個都是最後的關鍵 那我也跟大家講說 號鼎 我生計股 生計股少鼎說 他希望要查他的 這個借券章數萬 我以前在電視上講過 講很久 我說因為他沒有辦法空 他沒有融券 你只能去借券 不然我早就空他了 我已經講了一年了 一年前講到現在說 早就空他了 但是我也沒有 叫我們的客戶去借券 那客戶借券到萬張 那公司派說 你借券借那麼多 到底有沒有搞錯 有沒有搞錯 就要查一下 查一下什麼 你是不是有問題啊 這個借券是合法的 除非你自己 有什麼 什麼內線的問題 好 那麼我剛才說 叫大家看我們 等一下收盤 這個不是收盤 講完之後的廣告 最主要這禮拜 我們全省走透透 北中南 是不是北 台北 台中 北中南 有沒有看到一個台南 北中南 那一樣輪到意大利了 所以股市不會這樣 我說過 莫名其妙的美股啊 因為川普都還沒有就任 然後升級市機率百分之百 硬給你拉上來 這幾年全世界是怎樣 是在量化寬鬆的 然後國際股市大漲 那這樣 現在資金僅縮 量寬鬆你也大漲 僅縮你也大漲 洗肝有這麼好的事情 你稍微想一下 你稍微想一下 所以啊 這個 這幾個熱身都 因為熱身是應該要儲權 儲完原就沒有卷了 不然我一定把它空到下市 那注意到我跟大家 那會不會下市我不知道 但是風險很大 包括新航都風險很大 那一檔接一檔 現在手上我們還有一兩檔 地雷即將要爆發的 如果你老是做多賺不到錢 做多賺不到錢 你就跟著我們 做一兩檔特殊的空單 第二檔特殊總共要拼了 大家在想我們這明年 什麼經濟保一保二一大堆了 事實上我們現在都 大家看那個 看這個川普當選之後 什麼TPP我們大概說 宣布不要了等等之類的 我們更大的風險在後 這個每一個上市公司 只有紅海 郭董講得最清楚 明年景氣不太妙 只有紅海講過這個而已 其他說我明年要大好 是這樣嗎 連中國大那個樂事 都慢慢在出問題了 錢都沒有辦法給你了 你要注意喔 所以很多財報會 像地雷一樣的效應 包括新行一些跳票 到年底啊 營建一大堆的 這個觀光產業都要留意了 這個市場上 還有我們外銷訂單的成長 只有0.1% 11月份的外銷訂單 你11月份這些外銷訂單 如果再出來 會不會轉付啊 大家都要注意喔 北中南 北中南 台北台中嘉義台南 我們這禮拜有活動 趕快要報名 一定要趕快跟我們報名喔 一定要趕快跟我們報名喔 好 生技股啊 耗鼎啊 你按照測量來看的話 根本沒得救 這是耗鼎 這是耗鼎 那我們再看 大家都生技股多好 生技股反他要賣囉 美國生技股也不對囉 你看這個敘附 你看 準備要破底了 你看 準備要破底了 準備要這個 我們再看 這個遊戲類股 遊戲類股啊 這個叫智威 根本沒有基本面 都是在賺錢賠錢之間 股價炒到三四百 這是當是那個感熱啊 感熱元件那個啊 那個感熱啊 這個這個電動玩具 那一類的 拉上來的喔 光紅 注意一下喔 光紅這也是一樣喔 都已經在 這個啊 KY訊星是我們空在一百六十四啊 空回補繼續再空 我現在只剩九十幾喔 我剩幾個原項啊 我說啊你要注意IC設計啊 這個都這個這個 這個本益比高達接近百倍啊 都是有問題的喔 好 那賺錢也是賺錢也是喔 很多股票大家都要小心一點 那樣子孔啊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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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益峰等等的股票 都要留意 我們最後還是要跟大家再提到喔 待會投資朋友 你一定要留意我們 廣告當中活動的訊息喔 那最最就是要跟大家講 這個啊 台股啊走到這裡 已經到了關鍵點了 當國際股市在漲的過程 包括清台幣的極扁效應 包括指數怎麼推論 我們都會在 這一個禮拜六比拜天市場的 台北台中嘉義台南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活動當中 跟大家一併說明 說明反甚至有地雷股 讓給大家做做你放空的標的 謝謝大家 謝謝今天非常謝謝鼎泰哥 也謝謝大家收看 明天見 謝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